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这节课的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所提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type用作变量,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好,我们上节课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把type当作变量名的这个做法 并没有什么问题回来 好,那么假如说我现在再一次的用type 把它当作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的判断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会怎么样 它会报错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 奇怪的是这个type然后括号1 判别这个数据的基本类型这个方法 我们之前用到过很多次,根本就没有报错 但是这里却报错了 然后我们尝试看一下系统给我们提示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原因 它说int object is not callable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int类型的这样一个变量 它并不是一个可调用的 这个大家不需要理解的太透彻了 大家主要关注一下这个int 为什么变成int object 原因在于什么 我们解释一下 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把type当作了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又把整形的数字附给了type 然后我们说过了根据变量的这个基本规则 现在这个type就是int的这样一个数据值 然后你把一个int类型的变量把它当作一个方法来调用 这显然是不对的 上面这句话就等同于什么 就等同于1然后括号1 大家觉得有这样写代码吗 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错误其实肯定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一个问题 虽然type它不是这个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变量名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在后续的代码里面 你不再使用type的这样一个函数的调用方式 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这里type的名页 对不对 假如说你后面不会这样来使用type 然后你只是要把它打印出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 对于这样一些非系统保留的关键字 但是又经常被我们用作这种方法来调用的单词 你也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变量来命名了 同样的话你这个print可以吗 一样也可以 它是type是一样的 你也不可能用print来当作变量名 虽然你现在写这个代码是没有错的 但是它极容易引起你后续代码的错误 像这样的一些坑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同学都曾经踩过了 这都是血和泪的教训 一定要吸取 你像type对不对 你换一个变量名不消吗 你要是表示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话 你用category可以吗 可以 有很多种英文单词都可以表示这样一个type类型 没有必要跟系统来抢这个关键字 好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分析完了 好 然后我们再尝试解释一下上节课 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造成这两种不同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 根本原因在于上面的这一组示例里面呢 我们是把这样一个整形 也就是int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复制给了我们的变量a和变量b 但是下面我们确实把这样一个列表类型的list 把这个list的值复给了我们的变量 int类型和list类型 它们是截然不同的 好 那么我们直接说一下 int和list它们有什么区别 int这种数据类型 我们通常称它为值类型 而list类型我们称它为引用类型 这个大家目前来说的话不需要理解 大家只要记住int是值类型 历史的是引用类型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值类型和引用类型 这个不仅仅是在python里面 在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 比如说cshop里面 都是有这样的两种类型的区分的 好 然后我们尝试着来解释一下值类型和引用类型的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变量 都有一些具体的什么区别 因为这个知识点可能大家目前来说的话 理解上面是有些困难的 如果你实在理解不了 那么等会把我们的结论给记下来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区别 对于我们编程来说的话非常的重要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为大家画的这样一张图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好 50G张图 这个是引用类型的距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类型的距离 我们刚刚说了 1数字是值类型 我们看一下值类型 就是模拟我们刚刚的值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相关的代码的一个系列图 大家注意看 好 首先我们第一步的代码是A等号1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用一个变量A指向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整形数字1 这一步很好的解论 好 接着我们让B等于A的意思就是说B同样是指向了这样的一个数字1 好 这个是第二步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第三步 第三步的时候我们现在又把一个数字3复制给了A 那么A就指向了我们的这个数字3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这个B 它依然是指向这样一个数字1的 它B没有改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的这个代码的第一行是A等于1 对不对 A等于1的意义可以理解为 把一个变量A指向我们的这个数字1 指向数字1 然后我们以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A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1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代码 第二个代码是B等于A 对不对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把B同样指向了我们的这个数字1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第三个 第三步的代码是A等于3 A等于3的意义就是什么 我刚说了 等于就是指向 所以说A现在不再指向这个数字1了 它指向数字3 但是问题在什么 问题在于B由于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也没有任何的读写 所以说它依然是指向的 是我们的数字1 好 大家再对比一下这样的一个流程 A等于1 B等于A 然后A等于3 它就是我们上面演习的这三步 由于B依然是指向1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printB 它将得到1了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 另外一张图是当这个数据是这样的一个列表类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引用类型的时候 刚刚我们所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代码流程 它的一个示意图 好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 同样如果我们把这个列表复制给A的话 A就指向了这个列表 然后B等于A 同样是把B指向了这样一个1,2,3列表 好 关键点 区分点是在第三张图这里 好 当我们写到这段代码的时候 A等于这个字幅串1的时候 A并没有指向一个新的数据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对比看一下 它并不是说原来还是1,2,3 然后把这个 A指向了一个新的列表 似乎算1,2,3 注意这个区别 它并不是这样的 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把它还原一下 好 这个流程并没有让A指向一个新的列表 它并不同于我们在这个取类型这里 A重新指向了一个新的数字3 它依然指向的是原来的这个列表 只不过把原来的列表做了一个改变 或者是说更改 这就导致了我们B所指向的这个列表也发生了更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B打印出来的这个变量 也变成了这个字不创意 那么我们总结和强调一下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引用类型和直类型的区别 对于引用类型来说的话 它本身的这个数值是可以改变的 它并没有像我们这个直类型一样 当你去改变变量A的时候 我们生成了一个新的数值 它依然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改变 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说 就是引用类型是可变的 但是直类型它是不可变的 如果你想改变一个直类型 对不起你这个引头的直类型是改变不了的 你只能重新生成一个新的 好那么这个概念在我们之前的课程里边 我也反复提到过了 有一些Person的基本类型是可变的 但是有一些基本类型是不可变的 好所以说我讲课 认为像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我们知道还不行 还必须要了解它的原理 甚至是你要知道 你要从这些线上里面 提炼出这样的一些规律和概念出来 然后你理解了直类型和引用类型之后 才算是把这个值点给吃透了 好这里我再帮大家总结一下 直类型除了这个印特类型之外 还有什么STR 它也是一个直类型 然后还有什么 原主 原主也是一种值类型 不可改变 非常重要这个概念 然后对于这种可改变的引用类型 有哪些除了历史的 还有我们的集合Send 以及我们的字典也是可改变的类型 我们都注意一下 可变 好 好那么从上面的我们这个总结里面可以看到 并不是说这个序列就是可变的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STR和TOP 这个字典和原主 它们也是序列 对不对 我们之前讲到过了 但是它们还是不可变的 我之前很明确的给大家说到过了 这个TOP和List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TOP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List的列表是可改变的 好 然后我们这里面再说一下 这个值类型引用类型和不可变和改变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因果关系 好 最后关于这样的一个值类型和引用类型 我个人认为 在Python里面没有必要太过于强调值类型和引用类型了 这两个说法在其他语言里面是非常强调的 但是我认为相对于这个值类型和引用类型 大家更需要在意的是 这每一种基本数据类型的 它的一个是否可改变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现象 我们尝试着用我们刚刚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同时也来加深一下大家对于这种可变和不可变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变量A 然后它是一个值不串 Hello 好这个时候实行一个操作 就是A等于A加上一个pansi 很多同学看到这样一段代码之后会产生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另外一种同学会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很奇怪的同学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思考的 因为我们说过了字不串类型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认为理所当然的同学就应该反思一下 你为什么没有产生这个疑问 当然还有第三种同学他深刻的理解这样的一个python 它的可变类型和不可变类型 好然后我们来执行看一下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 Print A 好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这样的一个原来的A的曲折Hello 再加上一个python所构成的一个字不串 好那么既然我们说了字不串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为什么你在这里开始的时候 把这个Hello复制给了A了之后 按道理A就固定了 而你这里又把A再加上一个python 然后又把它给复制了原来的A 然后这代码还没有出错 它还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相加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在于A加上这个python 它得到了一个新的字不串 并不是原来的这个字不串了 好我们如何来证明呢 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新的函数叫做ID ID它的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显示 某一个变量在内存里面的地址 好然后我们重新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好我们重新再设计一个变量币 它那是Hello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ID函数 IDB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这里显示出了一个内存地址 5539920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B等于B加上pass 好此时我们再用B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内存地址是多少 好看见没有55399200 然后下面是55336696改变了 好所以说这两个字不串三加之后 它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字不串 新的字不串自然就不会违背 我们刚刚说的字不串 不可改变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们其实还可以反向的证明一下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字不串 Python 对不对 然后我们访问 用这样的一个下标符号 访问这样的一个字不串 是可以的对不对 因为我只是读这样的一个字不串 并没有改变这个Python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等于P 对不对 得到结果是P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尝试着想用这样的一个复诀 来改变这样的一个Python 字不串里面的第一个字不P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这样的一个字母O 大家觉得这样改变可行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会报错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说的 字不串是不可改变的类型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这节课的内容非常重要 至少我认为 你选好这节课之后 这些概念 你放到其他的一些语言里面 也是适用的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